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Vivian同学 Vivian同学在PTE里首考 就拿到了高分欺诈的好成绩 口语更是拿到了83分 相当于雅思的8分的水平 那我们恭喜他 那Vivian方便描述一下 你在来大西瓜之前情况吗 我还没有接触大西瓜之前 我对PTE就是各个题型都不太熟悉 我只知道有这个考试 然后大概知道有听说读写 可是具体的比如说RARS这些 就是里面那些小题型在考什么 是完全不知道 但我们在考PTE之前 有去考过雅思吗 有耶 可是可能就是来澳洲读书 那三年前的入学成绩这样而已 已经三年的 平均就是刚好到入学的门槛 就是6.5 口说6.5 那口语的话是6.5 但在PTE里面 我们拿到了相当于雅思8分成绩 所以这个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Vivian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大西瓜学了哪些课程呢 我加入大西瓜 就是RA的打卡 还有DI的打卡 以及写作训练营 就是一对一写作这样 这些打卡写作集训营 那你的负责的老师有哪些 你还记得吗 有的 RA跟DI打卡 就是那个Ashley老师 然后写作的话是Susan老师 那老师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因为我每天 因为我是个上班族 所以我能复习的英文时间 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觉得大西瓜这个 就是有强制每天 也不是强制 就是自己给心理上一个机制 说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我绝对不能超过12点这样 因为每天老师给你一则规定的 然后还会有一段示范的音频 然后我就自己再练 可能练个五六次 我觉得我状况到了 我就这样 然后我觉得老师他每日 发送语音讲评 我觉得老师讲的都很 我觉得老师讲的都很真实 就是都是很诚恳的建议 就是不会参杂太多的那种 过分的夸奖或过分鼓励 就想要给你信心 然后如果是写作的话 那个Susan老师 我觉得他虽然是对我蛮有耐心 这老师们都是用发送语音的方式 带讲评 然后写作的话 就是会highlight 这些其实语音的音频 我每天其实都会听个两三遍 口语这一块 Ashley老师是每天给到你一个 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这样子是真的能帮助到 我们口语制的提升的 那包括Susan老师 每天给你的写作建议 也是保证你的写作的质量 提升上来的 而不是说我为了去完成任务 而去完成任务 对吗 是真的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 我其实所有里面 我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写作 可是我知道PT这个考试 你就是要快很准 那当然你内容跟spelling 这些基本的你都要达到 所以我对于这种有时间性的 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我的比较大弱项 因为我知道我的写作 一定会拖我最大的分 所以我就赶紧去报了一个 这个一对一 我觉得如果没有上这个的话 我就不知道写作现在会去哪里 那Vivian同学 方便给我们说一下 你在课后复习了多久 拿到目标分呢 我先参加了RA 我RA参加了两期 所以一期就是12天 所以刚好这样24天这样 然后我每天其实就真的只有 在练老师每天打卡的那一折而已 然后同一折的话 我会先听老师的音频 大概先听个两三遍 然后自己一折语音 练个五六次这样 然后之后再看状况怎么样 然后等到真的交出去的时候 可能那一天花了20分钟吧 就是交出那一折 然后就是每天 就是跟老师们这样参加两期 到我考试的那一天 刚好到我考试前一天 刚好24天 讲然后写作我觉得我 因为我真的没有每天都写 可是我写的那一天的话 我大概花了三个小时在写 那方面给我们分享一下 每天在下班之后 大概花多长时间去练这个PTE呢 因为我从决定报考到开始 就是考试就只有26天 然后因为其实我 对我是一个全职的上班 然后我不得不说 我真正开始非常有这个警觉 其实是后两周 所以我前两周其实有一种 口说的话就真的只有练RA 然后后两周的话就是会 就是RA每天 然后WFD的话 我就是搭公车通勤 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可以听完一百折 周末在写 周末比较会多花很多时间在写 之后的话可能就是三个小时 很多同学都会说 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录音 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自己 对你自己的声音的熟悉程度 包括你自己说话方式的熟悉程度 都是非常的熟了 所以其实是挑不出来问题的 然后作为专业老师来说 因为他们会经历各种不同的学生 各种不同的问题 以他们专业耳朵来说 一下就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样才能帮你去进步嘛 对吧 对啊是真的 就有一些连那种很微小的拖音 或者很微小的那种S跟D 那种 我就想说老师 他是每次都在听RN的时候 是有在放扩音器嘛 为什么他都听得到 我自己都听不到 我想说我们的耳朵又不太一样 那对于大西瓜的被烤材料 Vivian你最推荐哪一个呀 我真的是很感谢当初我推荐给我大西瓜这个朋友 因为他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他考了五六次 然后也是顺利扒炸了 前一个月 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考试之后 然后他就推荐我这个 因为他知道我时间非常非常的紧 然后他也知道我上班也不太是完全会顾到其他英文考试的人 反正他就推荐我说我既然只剩一个月的话 我就赶快去看大西瓜的预测 就比如说最近11月开始预测 就每一周每一周这样看 还有那个大西瓜的一基金 我都用那个来看其他的题型 比如说WST 然后这些作文 然后还有那个作文的满分的范本 我的写作就是 我的写作真的就是在靠他考前的前一天 我就狂看那些大概的观点跟精神 你有什么是想对现在还在被考的学生分享的呀 要先对自己有自信 就不管你现在能力到底是哪里 或者是逆前雅思 或者是PT考了几次 就你真的要先对自己很有很很大的自信 就是你都要跟自己讲说 我这次就会 我这一则RA绝对会很好 我现在送出去RA交作业 就是最好的RA 对于那些可能现在是学生 或者是现在比较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跟国外的人就是用英文讲话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拿一本 就自己拿一本英文的喜欢英文的书 然后就是可能自己在家 或是在你一个舒服的角落 就开始大声的念 就是先不要管你念的音对不对 就先让自己不要排斥有讲英文这个行动 然后之后觉得 可能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还是这本杂志觉得还不错 然后之后再开始慢慢的去看说 那我要怎么样发音变得比较自然 比较流利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有兴趣 你已经不排斥 你就会开始自己去找很多方法 然后像对啊 然后像比如说PT大西瓜 哦对我刚还没有讲到 然后就是PT大西瓜公众号 就是有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免费的那种 就是公益课啊 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每一周 讲一些提醒的讲解啊 比如说SAT啊什么 就是这些很小音频 你看可能不会占物到你大概一天的十分钟 我觉得那些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煮饭之前我看一下 或者是我上工这次的事情我看一下 我觉得那都会多多少少激起你的兴趣 就是我觉得先不要排斥是第一个 然后之后的这些方法 怎么刁砖怎么这些 你可以就是找专业的来 或者是你自己可以试了 试一段期间你自己知道啊这样不行了 你还是会去找专业的 这是我的经验 补充一下刚刚Vivian提到的大西瓜公众号里面那些免费的讲课的视频呢 是我们的大西瓜微讲堂里面包含听说读写一些最新提醒啊 最难提醒的一些详细讲解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免费获取这些资源 然后其实刚刚Vivian想讲的呢 就是要多给自己创造一个说出口的一个英文环境 这样子让自己先迈出第一步 然后之后的话 无论是自己练呢还是找专业人士啊 都能看到一个更大的进步嘛 我觉得不排斥很重要 因为我之前很排斥准备PD 我大概拖了半年 我大概拖了有快一整年才觉得 哦好我要考 奉劝大家有充足的时间 就知道自己要考的话 我觉得两到三个月会比较好 就你自己最后心里也不会这么慌 那我们今天的大西瓜学子访谈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